娱乐场所传播链则是持续延烧 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出现的相关个案 尤其在屏东出现的30亿例确认者当中 有20人都是跟一间小吃部有关 还有一名确诊者 他是小琉球民宿老板 曾经在5号去消费 县府还紧急出动防疫专车 将86名的居民再回本岛的医院做筛检 县长潘孟安还下令 除了扩大机查8大行业 这间小吃部也被勒令停业 远景大阵仗来到小吃部 机查宣导 娱乐场所传播链从高雄烧进屏东 疫情还在持续扩大 周20例其中有一人是小琉球民宿老板 他5号去过天上人间小吃部 6号又到过高雄 7号到9号都在小琉球活动 县府紧急出动防疫专传 将潮流球居民再回本岛医院筛检 大人和小孩穿着防护衣带行李 一共86人被载走包含隔离民众 裁检结果都是音信 而在台南也有三例跟娱乐场所有关 这个雅各传染链其中一个人 一个女性 她的妹妹一家三口去高雄拜访她 雅各传染链其中案26782 在5号曾和先生女儿一家三口到高雄拜访姐姐案25872 她先确诊后 先生女儿也中招回家再传染给婆婆 家里已经四人染疫 另外在高雄12例和娱乐场所有关 主要酒店场所包括大帝国和地保 没有新增确诊人数 但屏东天上人间小吃部倒是衍生6名个案 娱乐场所链烧到隔壁两县市 防毒病毒不可不慎 就南部中复报道